秋天的阿拉斯加 黄叶遍地 秋风卷走了最后的温暖 天边的云朵如湿如画 而远处的湖泊 已被寒意笼罩着 微波轻颤 仿佛大帝在青山的叹息 突然 一阵鸣叫声从天际传来 抬头望去 一群沙鹤在天空中盘旋 扑打得他结拜的刺织吧 在阳光下 闪着微光 像是一群即将终结的晚歌 它们整齐的排列 伴随着北风 消失在天际 带走了阿拉斯加最后的蚯蚓 天鹅一家将在阿拉斯加完成它最后的晚餐 它们即将跨越千山万水 穿越广袤的天空 飞向温暖的蓝房 这个秋天 它们不会再回头了 那些曾经伴随的阳光 青草和温暖的风 都已划着记忆的碎片 消散在这寒冷的冬天 有些伤感 有些乱印 我知道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无论是后了的离开 还是冬天的到来 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生命的每一次告别 都是为了新的相遇 清晨 大地已有了霜冻 鲜花 还没来得及开放 已经又凋零了 今年的秋天 来得特别早 那就栽取点鲜花 去掉寒意 今天 来做一份 我非常喜欢的 玫瑰花酱 柳角面包 让甜蜜来驱散这片寂寞 屏幕坡 在低秤上 一片药 而是 我们继续 那个 了解 遇到 詐触 玫瑰花都来自夏天我们自己的营地 天然没有任何污染 我喜欢在大雨过后的清晨 来采摘新鲜的玫瑰花 这样它干净清香也就不用清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拉斯加的玫瑰花相应无比 它能来零下的四十五度 制作玫瑰花酱既治愈又简单 只需要玫瑰花瓣 白糖还有一颗柠檬也就够了 玫瑰花瓣加上糖少许的柠檬汁 仔细地用力地捣碎 玫瑰花瓣 颜色饱成鲜艳 鲜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倒好玫瑰花瓣 倒好了玫瑰花酱不用熬制 直接放到瓶子中 这是一个简单的食材 也是一种温暖的记忆 装入瓶中的玫瑰花架 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白砂糖 以阻挡空气 盖上盖子 放入冰箱 或者放在常温下 闭光保存 大约三十天 就完成了熟制 放好的面团 将它切成小三角形 将玫瑰花酱 轻轻地抹在 每一个小牛角的中央 动作要轻柔 玫瑰花香 瞬间弥漫在整个厨房 温柔的甜香 仿佛是一首无声的歌谣 唱响在我的心间 不知不觉中 心中的寒意和寂寞 你就随之被慢慢地融化了 包好了柳角包 上面耍上一层蛋液 上面耍上一层蛋液 给牛角包穿上一身 鹅黄的外衣 烤箱预热 350华氏度 烤至15分钟 刚取出了柳角包 金黄外皮轻轻地裂开 里面透着玫瑰 里面透着玫瑰酱的甜美 初冬的月落 阳光斑铺 喝上一杯温暖的红茶 带上一支牛角包 那一丝丝的玫瑰姜香甜 就是安拉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希望我的牛角包 也给您带去温暖和慰藉 谢谢观看